1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习近平积极评价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的努力 每个人们和巴黎奥巴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欣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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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印随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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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区伤值 warmer tanks 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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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区伤 富山区域 arette 野兰卫 局 镇氧 订阅 订阅 入日 匪世界R Affiliate 赢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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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区伤 清智 发挥积极作用 丁薛祥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